状态是不对的 乌云密布的 阴沉沉的 你们的整个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承认我之前是真的做了一些错事 但我也给你道过歉 我从那次之后我就一再改变了 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还是像这样 我们因为一些之前那些事情 老是在吵架 不停地吵架 我觉得我们可以 把这种感情经营得更好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无非就是少一点沟通 我希望你自己心里不要藏事情 我也不要把我的事情藏在那里 我们找个时间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讲出来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 把自己的看法全部都讲出来 看彼此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们是有能力 去把这个感情好好地走下去 好吧 但是你之前对我的伤害真的挺大的 就过去了 谢谢老妃 请回吧 我们会好好的好吧 我们会好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自己的浪漫 有案有提问说 当初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远嫁了现在的老公 可是结婚没两年 他对这个家的感情就淡了 我发现他总是跟女同事半夜聊天 还给别的异性买口红 后来我父母身体不好 我让他和我回家看看 他也不去 这个家对于他来说 是不是根本不重要 我想离婚却又没有勇气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跟你说的是 远嫁其实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能力 如果你现在已经发现了 婚姻生活当中的问题 不及时止损的话 那你未来不是没有勇气 而是没有了你的人生